這個是VVI的架構圖 那麼我們剛剛前一個影片呢已經 有做了Session Collection Session Host 跟這個Remote App 那Remote App只是 Session Host 把它 發佈了一些Application,它就會 自動變成Remote App 就不會再是 Session Host 那麼呢 我這裡已經準備了另外一個 要做為Session Host的主機 那先前的影片你們會看到叫做 RDSC,我現在把它改成 RDSH 因為在錄製影片的 過程當中呢,我覺得 我發現 叫RDSH比較正確一點 那這台機器呢,我先把它加到我VDI Master 這台實體主機 的 RDS endpoint server 這個群組 在 這邊 等一下在鍵User provide disk 的時候呢,就 不會出問題 好 那 這台機器呢,我已經先 呃 先 把它 加入成 RDSession Host server 所以呢,我現在可以來 Create一個新的Session collection 好 那我們的名字就叫做 RDSH 好了 RDSC 它是一個Collection OK 好 那如果說呢,我沒有先把它加成 Session host server的話,這邊是不能夠選的 剛剛Remote App 的情況也一樣 這邊跟 前面 VM-based的 概念有一點 一樣也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們剛剛 VM-based的呢,是要先加一個實體機 實體機之後再去 建區擬機 那在Session-based的呢,你要先把這個 要作為Session host的 VM 加入成 Session host server 再去 Create session collection 並且把 Session host 加入這個 Collection裡面去 好 那我們現在 因為RDSH,我已經先加入 Session host 所以這邊可以選它 我就選它 加入 呃 為了避免 我也搞不清楚 我們先來Remote App這邊看 我這邊就可以 Add一台Session host server 而且我可以把這台加入 為什麼可以加入呢 就是因為我在前面 在外面的地方 我也要把它 加入成Session host server 所以要先有Session host server才能Create Collection RDSC 好,這個Collection的名稱是RDSC 那 裡面的Member就是只有這一台 User provide disk 又遇到了 然後 我們要來VDI master Subscribe disk 好 那我們要來建一個叫做RDSC 不要再忘記了這個 路徑一定是要用uncpass 不是本機路徑 好 好,那這樣子就可以把它Create起來 那這個速度會 蠻快的 那我們這個章節呢要來講的是 Remote Desktop Desktop License 我們剛剛前面的影片呢 有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一個User登入另外一個User就會被 就會被Disconnect 我認為這個應該就是Remote Desktop License的問題 好 這個等他裝一下 在錄製影片的過程當中呢,我發現我有點 遲算 我按照 我是按照 實際 部署下去讓User來用的 情境來 分配 這個VM Base跟Session Base的 VM所在的位置 但是其實我們在Lab環境裡面呢 我應該把Remote App跟RDSH這兩台呢,把它放到 RDVH去,因為 RDVH我們在前面做完 VM Base的 Collection之後就 再也沒事做了 我這兩個應該放過去 那 那 這邊這台機器要開的 VM越來越多了 速度會越來越慢 那我們先把Remote Desktop License的這一台呢,先把它開起來 我在錄下一個影片之前我會把 這兩台搬到 那個RDVH去 好 那我們剛剛這個Collection就建好了 那 所以User已經可以登入了 這邊就只有一台host server 那Remote App呢也是只有一台 Remote App 你如果多台就可以分散 但是如果多台的話 你的應用程式必須要 裝的都一樣 不然就出問題 你如果要開 小算盤 結果 這邊有一台有,有一台沒有 那就 有問題 比如說你安裝了Adobe 那你的兩台host 有一台有裝,一台沒裝 那他如果不信 他要去開的時候開到那個沒裝的那一台 那就沒有了 我們要來做的是 Remote Desktop License 那 我們先把他開機 OK 好 我們一樣用Domain Administrator來登入 OK 繼續進行之前 有一個 事情要先處理一下 我先前後來加入的幾台 Server 我都沒有把他翻到 BDI Server這個OU來 我們現在把他翻過來 OK OK 那我們待會 設了Remote Desktop License的時候呢 要把這件 把這個License Server呢 要部署 要部署給所有的 Server 知道說 Remote Desktop License 在什麼地方 所以呢 我們建一個新的Global Policy 叫做 Remote Desktop License OK 那 Edit 好這個位置呢 在 Policy Administrative Template Windows Component Remote Desktop Service RD License RD License OK 是這裡嗎 我看一下 應該不是這裡 好像還要再展開來 在這裡 License OK 在這裡 那我們要指定給他我們License Server License Server 我們要叫他連的License Server 是叫做 RDL 點Lab.com 然後呢 我的License Malt 是Per User 另外呢 這個設定呢 是說呢 你的 試用期間到了時候的那個資訊啊 是不是要彈出來罵人 你如果選 Inable的話 他就會 彈出來罵人 那你如果Disable的話 Inable的話他就不會 彈出來罵人 那你如果Disable的話呢 只有Administrator登錄的時候 才會彈出來罵人 OK 那 我們這個就不用特別設定 如果你是用適用 適用的方式的話 那你可能會想要 改這個 不要讓他一直跳出來罵人 好 那 這個Remote Desktop License的設定呢 我們把它靠到VDI Service OK因為只有Service 需要這個License 好 那我們 回來 好我們來看 Remote Desktop License 這一台 你是用Local Administrator還是DomainAdministrator 其實 好啦其實影響並不大 我們要先裝 Remote Desktop License的角色 因為我們VM 用的越來越多台 這台機器的 只有一顆硬碟 現在 現在實在是跑起來 非常累 所以 要等比較久一點 對 我們要先裝在那邊 有一個 的確確確實在 是 的確確確實在 對 的確確實在 這台機器的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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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慢了 在裝完我們在 放入license之前呢 要給各位看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呢就是 這個 你如果沒有裝remote data license 而且沒有提供 足夠的license的話 你的 你的所有的包括RDVH remote app Session host 都會一直不斷的跳出這個訊息 跟你講說 你的remote data service呢 將會被停止 在多少天之後 請你要 付錢購買 如果你只是試用的話 也就是差不多四個月的時間也應該夠了 那假使你要繼續評估的話呢有兩個方式 一個方式呢就是全部打掉重練 當練功嘛再裝一次 也熟悉一下免得自己忘記 另外一個方式呢是你可以去改 Grace time Grace period 那相關的東西呢就自己Google一下 這個我就 不多說反正呢他就會一直 跳出那個訊息一直罵你就對 一直提醒你 好那我們remote data license的 功能裝好了 這裡 還是有三個service還沒起來 好了 不管他 還是這三個 Delay start 起不來了 那 我們先來 看 Remote data license 要啟動remote data license呢 要啟動remote data license呢 一定要先連上網路 那 他預設有一個windows2000server的 無限 unlimited的license 這個根本就沒有用 誰還在用windows2000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你要Active server Active server呢 就透過網路連線吧 那但是呢你的網路如果沒有通的話呢 這個是不會過的 你網路一定要通 如果網路不通的話呢你也可以選擇用 電話的方式 你看這個網路不通所以他說 他沒有辦法連上 Microsoft 所以沒辦法幫你啟動 你也可以用 網頁或者是電話的方式 那我這邊的做法呢 我就是把他先 網路先連到外面去 External 好 我先讓他連上Internet De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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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图是已经正常了啦 所以他应该是已经有IP了 好 OK 好有IP就好了 那应该就可以来启动了 Next 好 那可以启动了这边就是输入你的一些 基本资料那我们就 随便打 First name lab Next name lab Company lab Country 我们选美国好了 Georgiaunitedstates Email admin.lab.com 小写 OU IP Company Company address City State State 郵递区号000 这个乱填都会过啦因为这不重要 你填什么东西微软不会管你 微软都会让你把他的 这个license server启动 都会启动 这不要担心一定会过 诶 诶 连不上了 呃 再连线一次 我这边 这个internet连线好像 稍微有点问题 再连一次看看 OK 连上了 成功了 好 好那我们就 开始安装license 打D 好 那我要安装license 那这段呢 呃 就 我就直接秀装好的样子 中间安装了 license的过程呢 我就不会录影录下来了 好 诶我已经非常成功的安装了 好 这个license 成功安装进来 那我安装的license呢 是 Windows2012 呃 her user 的 license 稍微等他一下 稍微等他一下 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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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装起来了 那我们这边是 有100个授权 好 那这个侵探号是怎么一回事呢 把它refresh一下看看 没东西 好我们要看一下event log 这侵探号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用看了我想起来的 这个意思是你要把它注册到 ad里面去 你还没有注册进之前呢 它都是一个金安号 你注册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变绿色的 好 那这个 就不用理它 我们等一下把它 join domain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把网路改回来 改成内部网路 OK 好 那 网路的状态 好 又回来了 lab.com的domain network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注册到 domain里面去 诶 要怎么注册到domain里面去的 我有点忘记了 到这边来 configuration OK在这边 他跟你说呢 要把它注册到ed里面 那我们就add to group continue 因为我们是用domain alimentrator 诶是吗 应该是啦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join domain里面去 好 这样子就绿色了 OK就可以用了 那我们回到rdcb 我们回到 overview 这边 remote data license 那 这边一样没得选喔 因为我们要先把它 加入到all servers remote desktop license remote desktop license OK加进来 好 加进来了 再来overview 这边我们来加 license 好 这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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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应该很快 好,结束了 好 得到一个 medal 得到一个奖牌 你有付钱了,很好 好 好,那付完钱了咧 我们要来看 来 看我们的授权的状态 好 我们刚group policy 有 有指派了 remote desktop license diagnostic 好 ok 我们这边有 total group policy 那 我们有per user的 授权 有100个 那 授权的 server是 rdl.lab.com 100个 per user 好 那 重点呢 是我们刚刚的 remote app跟 session host 那我们来 session host 还有remote app 还有remote app 好,这个先关掉了 我们要先来检查他license到底有没有套到 有套到之后呢,我们来测试看看 兩個user同时连线上去 可不可以用 好 哎呀,这个速度真是慢 好 那我们这个就不用理他了 好,关掉好了 不要再登出了,又制造一些I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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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這些動作呢,應該很快就可以做完了 但是我們的硬碟實在是太累了 Renoge App這台已經進桌面了 我們來看 RD RD License Diagnoser Diagnoser 我也不會發音 就是 保護費檢查員 保護費檢查員 微軟在作業系統的license上面管得比較鬆散 比較soft一點 但是在遠端桌面連線的授權上面就搖得很緊 一定要連線到微軟的授權中心去啟動這個授權的service 然後還要去輸入固定數量的 這個購買了多少數量呢 就只能安裝多少數量的license 超過都不行 超過是完全不可以用的 如果你買100個user 你就是只能同時有100個連線 超過了就是不能用 那這100個連線呢 並不是所有 並不是一台100個連線 而是所有 Terminal Server加起來 100個連線 好這裡沒有套到Grooper Policy 我們來看一下 GP Update Ai Ai CB 保護費檢察員 要是GP update 不行 要重開機我就昏倒 這個重開機不知道要拍多久 啊這個也沒泡到 昏倒昏倒 那這樣子好了 我先下GP update 我來看一下remote app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收到 Refresh一下 喔有啊太好了不用重開機好 那 他有收到了 好remote app 沒問題了 那剛剛這個 RDSH應該也是可以 好Refresh一下 OK有 哎呀真是太好了 好都有都有 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登入 Lab的Tester1 好我們要連RDSC 好 那我這邊先sign out 下一個 Lab解釋 Tester2 讓畫面有些東西在動 好這個開了連到RDSC RDSC 那我Tester2也連到 RDSC 你看到我沒有被登出了 Tester1 Tester2 好我可以兩個users 同時登入一台server 這 並不是因為我 兩個同一個時間 時間點接近很近這樣子登進去的關係 不是喔微軟的 作業系統沒有那麼笨喔 你不會因為兩個人同時登入他就讓你兩個 Session同時都進去 一定是 你有license我才讓你進來 要不然後面進來的這個人呢就會把前面這個人擠掉 OK 那這個就是Remote Desktop license 包括安裝包括設定 用group apology套下去 讓server知道說他要去哪裡找 license 那我們看一下 我剛剛把關掉了對不對 再打開 我們看一下現在目前 license使用的狀況 我有兩個人登入連線 這看得到嗎 Inuse Inuse的部分 我refresh一下 refresh 沒有In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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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ue不是Inuse 那我要看哪裡呢 我看 RDSH這邊好了 這邊有寫嗎 在什麼地方寫 這邊也沒寫 這邊也沒寫 我們到RDCB看一下 這邊 有寫嗎 到處都沒有寫 有這樣的事 我記得有個地方他會 讓我們知道說現在license的 使用狀況 這個是Manager 這個是Manager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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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也忘記去哪裡判了 那總之他有地方會記錄說現在 到底用了多少了 這個available還是100 要放在這個group裡面嗎 這個總之 差不多就是這樣 License license就這樣 好 我們可以 確認可以兩個人同時登入一台server 這樣就OK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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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